太行,你看视频却不订阅朕的频道 难道就不怕朕一路之下 烦了你吗 今天为了躲避四叔的丈母娘一脚 来到了京城 碰巧赶上了京城打春牛 幸亏你们来京城了 不然还看不到大蠢牛呢 大蠢牛就是讲泥土作的蠢牛大碎 代表景年能死顺遂 被兴就奋抢大碎的蠢牛待回家洒入省泉 祈求景年六出省望 听了岑老讲了打蠢牛的习俗 晴天就一直盯着被打个越来越碎的春牛 娘,太老爷说带回家 天年的收成就会好的 叶大嫂根本也没想着要去抢春牛 但是听得晴天这么一说 她却突然心动了 你抱紧娘的脖子别动 娘抱着你去扎 有娘子,我抱你挡的其他人 你照顾好老爷 娘,我抓到了 看清晴天手里抓着的东西时 很老,石雷和梦玉都惊呆了 娘,我抓错了吗 祖父,晴天抓得不对吗 对,对,水手不对 这可不禁禁私堆这么简单 咱们晴天这兽其箭直觉了 可不是嘛,这可是牛角啊 寻常人若是能捡到一块牛角 都够吹嘘一年的了 咱们晴天一下子就抢到两个 还不是下面的碎片 全都是牛角上面最尖尖的地方 这可真是 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牛娘子,恭喜 您家里今年肯定是要大丰收了 见您急言 晴天的手气真是太好了 来,把这两个都放在你自己的荷包里吧 回家之后,把一个绝扔进你家省口全力 一个审着店没进你家里了 抱佑你家今年省口不得病 庄稼搭丰收 老爷,咱们赶紧回家吧 有啥话回去慢慢说 外套这么冷 你看,把晴天姑娘的手都冻红了 牛角哪里去了 有人捡到牛角吗 牛角谁捡到了能不能说一声吗 弄得一堆人在这找 真是福 我只捡到一块牛角跟不得碎片 牛角间连的影子都没看见 不错了,你还捡到一块 你这块卖不卖呀 老子好不容易抢到的 卖什么 你这人怎么上手就抢啊 别跑,快给我 老爷,咱们今个儿晚上吃春盘 但是跟安娘子就订了两个春盘 怕是不够吃 不如我再去买点别的菜吧 京城历春之日有吃春盘的习俗 所谓的春盘 便是将春饼和各种卷饼吃的菜品 同时摆在一个大盘子里 安娘子便是附近做春盘 做得最好最有名的 曾老往年都是让梦玉早早预定 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早就订了两个 今年预定的两个春盘 正好你跟十雷一人一个 你先陪我出去一趟 老爷,您先要我休一会儿吧 不用了,饿一点也不困 老爷,您让我陪您出去 总得告诉我去哪儿吧 不然我该往哪儿赶车呢 去卖菜 晴天好不容易过来 邮政干上李春 哪能让孩子吃胃头卖的春盘娘 安娘子的春盘能有饿作的好吃 那自然是不如您的 您做得好吃有什么用 您平时也不做啊 这都多少年一春末下过厨了 今天若不是晴天姑娘来了 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口服呢 老爷,您难得下厨 就把我跟十雷的一起带上呗 那预定的春盘不就浪费了吗 哎呀,我拿去送人便是了 没必要非得自己吃不吃 老爷,您就行行好 安娘子的春盘咱们都吃了好几年了 倒是您做的春盘我们都好久没吃过了 行了行了,真似受不了你 你就算怕勒不着呢 太好了,今晚终于有口服了 中场休息 各位看官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请为影片点赞和订阅频道 你的支持是博主更新的动力 博主支持评论区催促更新与剧情讨论 同时考虑根据大家的反应来决定 是否继续更新后续剧集 只要有催更的呼声就会更新后续 叶大嫂得知岑老在后处忙活 赶紧过来帮忙 你赶紧去猜胶子里 把那去年秋天放进去的 撒我萝卜照出来 这要蠢少了什么客 都不能少了这撒我萝卜 叶大嫂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萝卜 好奇得很 这撒我萝卜是田井为的特灿 你别看他这撒萝卜 那客死好东西 根据书中记载 撒我萝卜离物脏 请沈 令人北景几西 最重要的是 这撒我萝卜比一般的青萝卜好吃多了 秋天刚下来的时候 比睡过都好吃 奏姐穿巷 叫买傻我萝卜的人 等于又居花椒 傻我的萝卜 塞亚离 只可惜春天吃不到新鲜的 都此猜胶子里面存的 等今年秋天醒萝卜下来 我叫人给你送一车过去 祖父 既然有卖的 哪里还用您给我送去 我自个儿买就是了 那客不一样 我每年都拍人去田井为那边的头上 你不认识 傻我萝卜 可别乱妹 晚饭做得十分丰盛 今年历春搞得这么隆重啊 那可不败 这是为了庆祝咱们 晴天姑娘抓到了两个牛角 你今天也是大功臣之一 若不是有你护着 有两子和晴天姑娘也挤不进去 曾老原本还在发愁 不知道该说什么 此时被孟玉的话提醒了 当时把自己做这一切 都推到孩子身上 仿佛真的是为了 庆祝晴天抓到牛角一般 难怪祖父之前说 傻我萝卜塞亚离 我吃着还真比压力还要好吃 你尝尝 这个萝卜跟咱们家里吃的不一样 可好吃了 晴天嚼了两下 脸上的表情就变了 就把手里剩下的一块也塞了进去 慢慢吃 不着急 开烙夜的低焦力还有好多娘 你若是奶吃 等回去的死后 让你娘给你带一筐回去 爱吃就多吃两块 哪有连吃带拿的 这是饿腰给孩子的 管你什么思 不要你怪 晴天更是一口气 吃了好几块萝卜 直到小布杜实在装不下了 才依依不舍地收回了手 岑府这边的历春过得其乐融融 荣西村那边的叶家 此时却是冰火两重天 叶三嫂按照叶大嫂教的炒了几个菜 烙了春饼 依旧先给住在西屋的郭家端了过去 看着这一顿桌上又是有菜有肉 郭老汉觉得自己的心口窝又开始难受起来 自家闺女做出那种事的 老叶家非但没把自己一家人扫地出门 还每天这样好吃好喝的招待 简直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郭世杰也有些食不下咽 一来跟郭老汉一样 觉得自己配不上老叶家这样的招待 二来他也开始忍不住为今后的生计而犯愁 郭家早就山穷水尽了 之所以能一直走到京城 全靠等找到凤英就好了这个念想而撑着 郭老汉原本打算先厚着脸皮投奔女儿女婿 然后再慢慢看看有什么赚钱的营生能做 可现在郭凤英人都没了 还是因为干出那种见不得人的事 自家就算脸皮在红 也不可能非要依靠叶老四 就这么离开的话难道要一直乞讨下去不成 爷俩实不下咽 郭老太太和两个孩子却是吃得满嘴满手 你们就不能稍微注意点 太汤都弄到衣服上 这里头有油水 不好洗着呢 反正也不是咱自己的衣裳 洗也不用你洗 管那么多干啥 你这话是啥意思 甭管是谁的衣裳 人家借给你穿 你就得好好珍惜 哪能像你这么祸祸人呢 你还吃不吃了 不吃的话 这张饼我可吃了 吃吃吃 就知道吃 明天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早饭有没有的吃都不一定 现在不赶紧多吃点 难道饿着肚子走回城里吗 郭世杰看着他们吃的狼吞虎咽 心里越发五味杂陈 他低头看向自己没有知觉的双头 再一次怨恨起老天的残忍 但凡能让我能站起来 哪怕能驳着脚走路 我也能出去想法子赚钱养家 可如今成了这样的残废 除了给家里人增添负担 简直可以说是一无是处 吃过晚饭没多久 突然有人敲西屋的门 来人竟然是叶老四 原本的翁绪二人隔着门面面相去 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 那啥 郭叔 我过来是想问问 你们今后有什么打算 不管怎么说 你跟大哥以前也都挺照顾我 咱们各论各的 所以我过来问问 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 听了这话 郭老汉心里有些安慰 郭世杰的心底也涌起一股暖流 你若是真想帮我们 就把你得那五十两银子分我们一半 不然就少过来说这些假惺惺的话了 好话谁不会说啊 我能比你说的好听 叶老四文言脸色一沉 但是忍住了没有发作 郭叔 我先走了 你们若是想到什么再去找我吧 老四 郭叔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当初凤英跟你定亲 我就说他是个有福的 可惜他自个儿不争气 好好的日子不珍惜 时至即日 你还能说出这番话 郭叔打心里谢谢你